10月13 同意罷免 10月13 同意罷免 裁量团体聚集在新一驱空所前 高举看盘 呼喊口号 向选民提出诉求 还是期望我们可以不断的跟市民 来去做沟通以及交流 不要只是让谢国阳动用行动资源 导致于今天每一位里长都在里面的活动 来反发反罢免的吻宣讲 那我们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然后来前进大街小巷 然后来去告诉今天市民朋友 一定要出来同同意罷免 才是对金融的未来是有益处的 不过前小时 莱茵才请来新北市长侯友宜站台 地点就差10公尺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意外 拆量团体决定延后时间 那刚好新一市场其实是一个大点 那我们也很意外 刚好今天在同时 我们一样选开了这个地点 那因为我们其实原本早上9点 就要开始在新一市场的站车活动 那一样就是为了尊重不同意见的民众 所以我们才延迟到10点才正式开始 那我们同样也是希望不同意见的民众 都可以去尊重不一样的身影 然后不要有互相攻击 或是冲突的状况发生 宣传战车正式亮相 出现在新市场也引起了民众目光 我们希望这台战车是可以进入大街小巷的 就是我们不会只局限在市区 我们每天都会去规划不一样的路线 让每一个行政区都可以让这台战车 可以去经过 然后让市民去了解说 今天的发明理由是什么 或是让大家清楚知道 今天10月13号要出来投同一把棉价 菜凉团体呼吁大家 10月13号要出门投票 表达自己所想要的基隆未来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